旅行者,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嗯,我听说了,你们和男十字船队的大姐头约好了,会带你们前往到期室吧? 啊,确实已经过去蛮久了,我这边倒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情报 可找到你了,你就是大姐头看好的那个旅行者吧? 是吗?可真是荣幸,我们船队的补给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到了清点人头的环节了 大姐都派我来找你,说等你一到就开船 北斗果然是个很守约的人呐 那是当然,大姐头身上让人死心塌地的地方可多得是 等出了行,你们就慢慢体会吧 二位这就准备离开了吗?还是要恭喜你们呐 不论前路是星辰还是深渊,能向前迈出下一步都是值得庆贺的事 那我们就再见吧,祝你们一路顺风 是啊,有些舍不得,毕竟我们几乎天天都会见面呢 既然如此,到了稻妻就快点找到我,我会在明神岛等着你们的 果然斗气也有一个凯瑟琳小姐嘛,那就不要这么郑重其事的告别啦 哈哈哈哈,跟李月好好斗个别吧 船还停在古云阁附近,既然通知到了你们,我就先回去了 嗯,辛苦你跑一趟啦 没事,咱们船上见 哟,你们终于来了 过去连暴风雨都没法让男十字船队耽搁 这次我可是给足了你们面子啊 哈哈哈哈,玩笑话而已 你们来得正好,出海工作刚刚就绪 既然人都到齐了,也是时候 朝着雷霆咒语所包围的永恒国度,起航! 出发! 哇! 哇! 哼 哇! 哇! 好!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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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 上 哎 哎 终于来了 黎月仁的大姐头 可让我好等 还有这两位偷渡客 哦不 贵客 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将军大人 最近稻妻外海的雷暴和风浪 比之前还要强烈 我的船队尽管大险伸手了一番 但还是耽误了些时间 哦对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托马 算是我最近才熟络的商业伙伴 哟 我一直很期待见到你们 托马 这两位是 不用介绍了 一厢捋人的名望 可是外海的暴风雨都拦不住的 早就如泪灌耳了 你说话真好听 嘿嘿 嗯 这样倒也方便了 托马在离岛混迹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说他是这里的地头蛇也不为过 如果有什么难处就找他吧 但如果他对你图谋不轨 等下次来到期 我会替你出头的 放心放心 我预感我们会相处很愉快的 那时间差不多了 毕竟我的船上还藏了个通缉犯 不方便久留 是说万叶呀 下次再见吧 旅行者 不管你在到期遇上什么新涛骇浪 都要好好给我挨过去啊 拜拜 一路顺风 背到船长 那么还是先去监察站登记一下吧 哎 要去直面倒计的官方人员吗 不是说偷偷的 可不要小乔锁过令啊 查验身份的事躲是躲不过的 所以我们要规规矩矩的 把不规矩的事给办了 你好 即位请告知身份和登岛目的 哦 托马先生就不必了 你们是 完全陌生的面孔呢 呃 怎么了 麻烦告知一下二位的详细情报 以及是否有随行货物 哦 如果没有符合规则的理由 原则上 我们是不会因为这类人情事故而通融的 啊 我 我们 抱歉 还是请二位 这是两位的登岛手续文件 请你过目下 喂 早点拿出来啊 只是 稍微想看看你们打算如何应对 抱歉抱歉 嗯 原来是这样 文件没什么问题 欢迎来到离岛 哦 那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远国奸司 这里只是查验登岛许可 想要在离岛停留的话 还要到远国奸司办理助流手续 嗯 果然好严格 毕竟在到期 外国人都会被叫做义人 从字面上也能看得出 在锁国令的封锁下 外国人可没有那么受欢迎 就算在设有义人拘留地的离岛 也是如此 我喜欢你的觉悟 我们肯定会恳合的来 走吧 到远国奸司去 登岛手续都办过了吧 是要助流手续吗 两位 两位 好的 请缴纳一下手续费 两百万摩拉 两百万 办个手续就要两百万吗 嗯 一个人一百万 所以是两百万 放心 我没有算错 不是算不算错的问题 小姐 这两位是我的朋友 你看看 我是不是还算挺面熟的 是你啊 托马先生 那看在您的面子上 四十万摩拉好了 真是太谢谢您了 百合花小姐 但依我看 手续费的是 六百摩拉就差不多了 我替他们出 外加请你一顿饭 如何 还有这样砍价的吗 不管怎么说也太 好吧 那就依托马先生的 我来登记一下 多谢照顾 两百万可以砍价 砍到六百 道歉人的金钱观念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手续费本身 就是一种私利名目而已 对远国坚私的监察来说 无论给多少手续费 都会直接落入他们口袋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万一遇上哪个 不幸滞溜于此的外国富商 又为人老实 逆来顺受的话 就可以敲打好大一笔 是的 这时候有个本地朋友的重要性 就体现出来了 可毕竟身在一厢为一客 在如今到齐锁国的现状下 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 那些外国商人最多能做到的 便只有抱团取暖了 这也就是离岛上万国商会的由来 是外国人自己建立的商会吗 没错 商会除了盈利 也兼顾调节组织 协助在到齐的外国人生存 可谓是同时在钻研商道与生存之道的商会 是啊 感觉外国人再到齐 只是生存就已经很难了 这就是你们此行的目的吗 原来如此 以你们的身份来说 确实算是个宏伟的目标 毕竟雷电将军 可是最为殊胜尊贵的存在 是众生只能仰视的神明 嗯 我本来想说 这世上的相遇从来都是捉摸不定的 说不定你会在某个九族饭饱的下午 偶遇雷电将军呢 嗯 你说的这种事情 概率究竟有多低啊 好吧 我可以直白地告诉你 我有办法将你引荐给雷电将军 真的吗 离岛的低头蛇居然还有这种门路 嗯 动员一切资源的话总会有办法的 但在此之前 门路也是一种很贵的买卖 你明白的吧 你也要来这趟 我说的买卖 可并不是要你们付摩拉的意思 应该说没有人要付出什么代价 只是 如果你想要得偿所愿 就要先帮忙解决一些他人的麻烦 找到能让所有人都开心的方式 这就是我的处事原则 说得好听 我懂了 你是想做转人情的中间商 哎 我怎么觉得 我好像突然变成你们眼里的反派人物了 算了不管了 情况是这样 正如我之前所说 万国商会的会员一直处在生存的困境之中 最近有些情况似乎愈演愈烈了 你们去看看能够派上什么用场好了 商会会长名叫九丽须 是我的好朋友 我就先在这里等你们了 朋友 你是来寻求万国商务会的庇护吗 莫非远过尖斯那边让你大出血了 那就好那就好 唉 可别一上来就把本钱全丢了 最近商会有什么难处吗 难处 唉 左右为难 处处碰壁 早已经是习惯了 锁国令 真的让从国外来的大家很难办呢 问题的根源倒不是锁国令 即便限制活动范围 原本日子也可以过得很好 真正压榨我们这些外国商人的 是 是堪定凤行那些唯利是图的家伙 呃 就是三凤行中管理离岛的那个凤行吧 我记得呢 没错 高额的税收不合厂里的条条框框 这些还都不算最糟糕的事 最糟的是这段时间 新的税收法令刚刚发布 需要上缴的税金形式 居然从摩拉变成了一种叫做 精化骨髓的货物 精化骨髓是 在法令颁布之前 商会里的大多数商人 也都没听说过这种货物 知道一位来自离岳的老商人辨别出 这是他年轻时候曾经往治东国运输过的材料 精管很不情愿 大家还是去各处搜罗了精化骨髓 然后当作税金上缴了 但后来发现 这也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 随着上缴税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外部精化骨髓的价格也在不断上升 直到后来 只剩下一位商人那里才有存货 其他地方都买不到了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叫做垄断 对吧 你很懂吗 于是那个商人就不断抬高价格 但碍于法令的压力 我们又不得不去买 一再恶性循环的结果 就是税金已经快要超过我们的利润了 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也有试过和勘定奉行沟通法令的事 可这片充斥着雷鸣之声的国土上 又有谁还能听得到我们这些绝境中的商人的呼声呢 唉 冯丹 冯丹啊 我的故乡 我好想念你啊 居然有这样的事 根本不给人活路嘛 你怎么看 可会长他们试过了吧 而且我们其实也是外乡人 嗯 甚至可能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他们的目的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 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还有 那个商人嘛 即使我以前和他有过来往 不过后来他和我们断绝了联系 他的货源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嗯 这么看确实很不合理 要怎么找到他呢 我们去试试看能不能掏出什么情报吧 哦 这可是个好主意 你们作为商务会之外的人 又是新上岛的外国人 他应该会放松些警惕 我记得要找他的话 就到居民区海边的树下看看吧 那是平时我们和他接头的地点 知道了 交给我们吧 哎 没见过的面孔 新来的吗 所以说啊 找我是想做什么 去去去 懂不懂规矩 把货源的路子都告诉你了 我的买卖还做不做了 商业机密 商业机密 懂不懂 这人态度好差 你买不买就问价格 哦 我知道了 是不是九丽须那帮人叫你来说情的 这可由不得他们 价钱我分文不少 怎么这样 哎呀 走吧走吧 跟九丽须他们说 能从我这买到货就该好好感谢我了 没有我他们连差都交不了 怎么办 和他根本讲不通 嗯 也是 我们再去找他一次吧 这么快就回来了 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嗯 有点小困难 哦 但说无妨 我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让你们一来就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解决问题 确实有点苛刻了 那个家伙 我有了解过 之前是个在沙滩上捡贝壳谋生的可怜家伙 但最近不知怎么 似乎突然发迹 或许是离开万国商会之后 找到什么靠山了吧 哎 他以前也是万国商会的会员吗 也就是说 他其实也是外国人了 你注意过他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吗 没错 维尔纳出生在蒙德 后来在黎月和稻妻之间经商 做海运生意 锁国之后 他便成为了滞留离岛的异乡人之一 原来是这样 原本万国商会待他不薄 但后来受到各种法令的影响 商会成员人人自身难保 所以他退出了商会 做了那个忘恩负义的人 倒也不必说得这么绝对 我相信 不会有完全不念旧情的人 也不会有永远都冷漠和残酷的人 哎 这样就够了吗 看来 你找到那个真正的切入点了 哎呀 你们又来干嘛 我虽然闲得很 但也不准备把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 啊 你在说些什么 蒙德 你在说蒙德 这是你居然待在身上 我已经记不清上次见到这东西什么时候了 啊 令人怀念蒙德成的气息 故乡 哎 好想回去啊 自由自在的城邦 有效果了哎 你们打的这是什么感情牌 我差点上了你们的当 哎 这是又想做什么 让你闭上就闭上了 你是说 海浪的声音 啊 黎月港 我的眼前 这海浪声 这吆喝声 黎月港的样子浮现了 啊 是消灯 是海灯节 我好像看到 消灯升起来了 不 该说是想象力丰富呢 还是太怀念黎月港了呢 哎 黎月啊黎月 这不是 够了够了 别再让我回忆了 我的内心已经 你是说 万国商会的那些人吗 的确 和我一样 都是些背井离乡的人 我在晚上 时常会偷偷来海边 听听浪的声音 就当作是从家乡传来的声音了 而这种时候 我不止一次地偶遇过商会的那些人 但我只能遮起脸来偷偷离开 哎 我又何尝不想和他们开怀聊一场 排解这长久以来的苦闷呢 那你又是为何 他们太坚强了 一群原本无依无靠的人团结在一起 想办法生存 可我 我不敢 给我一点点承诺 一点点好处 我就 我就愿意为了那些家伙做任何事 我丢进了我家乡的脸面 好吧 我愿意说 我也受够这种内心的折磨了 要开口了吗 可是我背叛了他们 实在没有脸面 你果然胆子很小啊 都错了事就好好赎罪啊 所以快说吧 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负责收税的族卿 庆祠郎他们搞的鬼 他们告知商人们的税率 本身就是抬高过厚的 而多出来的那部分替代税金的金化骨髓 就囤积起来 等到商人们无处搜罗 再叫我去高价卖回给那些商人 真是 好阴险的手段呀 无本万利嘛 虽然我做了他们的傀儡 但其实分给我的部分完全是九牛一毛 能够勉强维持生活的程度而已 证据 证据 也是 如果没有决定性证据 他是不会承认的 说起来 每次我卖了货找他交差 他都会在那之后去一个地方 我怀疑很久了 前面我刚刚和他搭完线不久 不如 我带你们去看看他到底要往哪儿去 那还等什么 我们快去呀 抱歉 是他 青四郎 我们跟上 他 爱情和自由 我该怎么选择 我当时就很冷了 我希望真是也没人 反式是不关 啊 如果是永久 你不敢 我 我 你看 你能不 太近了 太近了 这样会被发现的吧 还有谁的货没交情 太近了 太近了 这样会被发现的吧 那家伙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好像有什么声音 小 小生 不要被他发现了 是我听错了吗 糟糕 耽误了太长时间 得快一点了 他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刚才那是他买了什么东西在那边吗 我们去看看吧 呃 这是 账本 好遗憾呀 我还以为他把摩拉也都藏这里了 让我看看吧 这里面是 没错 就是这个 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每一笔都是他的罪证 既然拿到证据了 就先去告诉九丽虚会长这个好消息吧 哦 那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我先回去了 诶 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吗 诶 要见会长的话 我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不好意思 维尔纳真是个别别扭扭的人呀 真的没有了 这样下去我们卖货只会亏钱 只能等着饿死了呀 法令就是法令 规矩就是规矩 啊 该交的货分文不能少 哪儿有这么多借口 诶 你是谁 商会的新人吗 你的账本我们已经拿到了 还有你私藏货物 转卖赚钱的事 我们就是来公之于众的 什么 原来是这样吗 我们原来被你算起了 这个 税的事 我 我 能把账本给我看一下吗 这账目和商会之前的 每一笔税金都对得上 果然没错 青四郎先生 想必这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了 这件事我们该怎么解决 别 别真的以为 这就抓到我的把柄了 我不过是谋求点小力而已 我听说凤行武士 都很看重声誉和名望 哪怕凤行府的人 不会怪罪你 传出去的话 我听出来了 我听出来了 你是 没有没有 只是认为像您这样的君子 落下任何污点 都实在太可惜了 诶 那 那就当你说的有道理吧 你想怎么处理 阁下手上还应该有一批精化骨髓吧 就让那些货来抵掉最近一段时间的税收 给我们这些小商贩一些喘息的时间吧 这样就可以了吗 那些货也算我辛辛苦苦搬运过 还费尽心思藏起来的 那好吧好吧 给你们个面子 我就当白送你们了 真是好厚的脸皮 怎么能就这样算了 我的店铺已经关门好多天了 全靠朋友结计 这些损失就不管了吗 喂 哈利森 这样已经很好了 别再说了 我真是受够你们的欺负了 这件事可没那么容易就算了 哈利森 谁在这里大喊大叫 是想抗拒法令还是如何 您来了 圣家祖头 这里刚才在吵些什么 只是睡今上的一点小事 我照顾他们 他们还不领情 那哪里算照顾 这种装饱私囊的行为 我一定要让圣家大人 知道这件事 哦 居然敢直呼 勘定奉行大人的名字 哼 外来人果真是 一点规矩都没有 把这些商人都带走 有事 糟了 这样下去的话 哎 各位各位 怎么搞得这么严肃 有事可以一起喝点酒 商量商量 都会过去的嘛 你又是谁 消给你喝酒 他可是这一带的低头蛇 这是我的名帖 哦 居然是射凤行的人 嘘 哼 这里是堪定奉行的地盘 射凤行的权能 就算再怎么厉害 也无权插手 离岛的事宜 的确如此 不过 还请各位能给我家小姐 一个面子 二位不希望 呈给将军的上奏公文中 出现你们的名字吧 那扇子是 白鹿公主 无 无须劳烦你家小姐 我们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算了 生家祖头 可是 哎 走 改天一起吃个饭吧 二位兄弟 我请客 千万别客气 呃 是我们害得你和堪定奉行的人 起了冲突 哎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这点代价不过小意思而已 要谢 还是先谢谢这位旅行者吧 是他抓住了扭转事态的契机 今后 想必那些族卿至少会收敛一些了 托马 你刚才究竟 噓 人多耳杂 我们换个地方聊 这堪定奉行果然迂腐的要死 要烂到骨子里了吧 唉 好了好了 进入坦诚相见的环节 你们想问什么 哈哈 果然是开门见山嘛 是时候重新介绍一下自己了 我归属于 名神岛射奉行神礼家 是白鹿公主的近仆 真是的 你居然把真正的身份瞒着我们 所以射奉行也是三奉行之一吗 没错 射奉行的神礼家 目前是掌管祭祀活动 与人文艺术之类的家系 很多具体的职责 连我也不甚寥寥 而我只是有幸被神礼家收留 负责照顾有着白鹿公主美誉的 神礼家大小姐 神礼灵华 白鹿公主 从之前那两个人的反应来看 似乎是在盗窃很有名的名人呢 那是自然 端庄得体又心地善良的神礼大小姐 一直备受盗窃民众的爱戴 名望甚至要盖过当代家主 也就是她的哥哥 神礼灵人 毕竟神礼小姐就连对我这样的家仆 都一直以平等的友人身份相待 这就是温柔之人会被温柔以待的表现吧 问到重点了 说实话 如果可能的话 我也不想欺瞒你们什么 要知道地头蛇这种身份 可是伪装不了的 我可是真正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把整座岛上的人都混熟了 又结交了北斗大姐头 一个月不是已经很了不起了吗 稍微有点天赋罢了 而且这可都是为了第一时间与你们接洽呀 即便有锁国令 你们在蒙德和黎月的种种事迹 也已经传到了很多盗窃人的耳朵里 而神礼小姐听闻你们有意来到盗窃之后 便一直期待着你们的到来 同时也期待着 你们是否如传闻中一样 拥有着改变时局的能力 改变时局 对于刚才的考验 尽管最后出了些小插曲 但终归你们还是抓住了扭转事态的契机 巧妙地周旋于势力之间 利用人心的破绽 正如小姐所期待的那样 如此一来 有你们助力的话 眼受另一教 啊 意料之外的展开 是情报上出了问题吗 嗯 没错 我很理解 而且我也答应过会为你提供门路 诶 托马接受得好干脆 反正我在离岛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 不如就暂时分别吧 哦对了 这封邀请函给你 等你们来到明神岛 可以按这个上面写的 到没落茶室来找我 再见 祝你们一切顺利 一定要去木漏茶室找他算账 呃 总之我们还是先试试看吧 到处离岛的关口那里 等一下 请出示通行凭证 抱歉 我们有急事要去明神岛 未知有通行凭证的话就请回吧 这是规矩 呃 果然嘛 旅行者 快想想办法 现在要怎么办才能出去啊 你是说直接去见看定凤行本人吗 尽管对他手下的人很有意见 但好像也只能试试看了 万一他很崇拜我们呢 嘿嘿 站住 这里是看定凤行所 先杂人等不得入内 我们要见 要见那个看定凤行 看定凤行大人平时不接见外国人 快回去 不然我们就 诶 等等 等一下 哦 凤行大人 这两位是远道而来的贵客 别再用那老一套了 诶 来来 有事就请进来说 哼 听到了吗 非 非常抱歉 我是中慎介 堪定凤行钟家的家主 很荣幸见到二位 很高兴见到你 我们这次来找你 是想 呃 不急不急 好不容易见到文明侠尔的两位旅者 何必这么匆忙谈正事呢 呃 我们果然还有名气嘛 当然 能挫败风魔龙 镇压漩涡之魔神的凡人 普天之下又有几人呢 确实 这点说得对 嗯嗯 还有 在黎月港破坏愚人中的计划 在决斗中战胜他们的执行官的事 也是真的 哇 连这你都知道 当然是真的啦 啊 果然嘛 怎么了吗 哈哈 没什么 没什么 老朽由衷敬佩二位 能有二位光临离岛 也是本岛的荣幸 早就听闻二位的热心肠 不知可否能屈尊为我们刊定奉行办些小事呢 尽管说吧 客气了客气了 对吧 哈哈 那便好 这样的话 呃 清心你知道吧 那种经常长在黎月山顶上的植物 知道 我们摘过 难道还要我们回一趟礼月吗 哎 就帮我摘三百株新鲜的清心来吧 要刚摘的 我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啊 有点麻烦是吗 嗯 这样啊 那不如 岛上有些信件需要判送 不知能否帮忙呢 这还差不多 一共七百零九封 喂 怎么回事呀 而且这种事真的需要我们来吗 哈哈 真是不好意思 岛上确实有些人手不足 理由也好俗套 怎么办 旅行者 我们真的要帮忙吗 啊 不愧是阁下 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 哈哈哈哈 你真的要考虑完成这种委托吗 条件也太奇怪了 二位请留步 哎 我们怎么了吗 我们家小姐有封信要交给您 请一定要看一下 信 让我看看 是说 要你晚上偷偷去找他 刚才你好像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是为什么呢 啊 你们在背着我搞什么名堂 嗯 还是晚上问问他看吧 接着 接着 啊 啊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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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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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这点我们也看出来了 安排那样的任务 肯定是想要拖住我们而已嘛 前些天 我偷偷听到父亲和一位趾高气昂的女性谈话 他们在说的 似乎就是如何将一乡的旅者 禁锢在离岛的时 还是头一次见父亲对将军之外的人 如此恭敬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我把安排你们出去的计划告诉你 刚好有一批货物 好了 我到关口那边等你 新的事就拜托了 等一下 这批货可是要送往海奇岛 大小姐 您怎么过来了 您说的没错 这批货是勘定凤行大人特意叮嘱过 务必完好的送到海奇岛的 嗯 不知小姐的意思是 那就没错了 家父不放心 刻意要我带上一位高手一同押运 大小姐亲自押送吗 这 这 还是不需要劳烦您同行了吧 而且这位 这位高手的身份也 请不要耽误时间了 我记得家父有催促过你们 迟到也同样会受罚吧 小姐 您的意思我们明白 可唯独这位 怎么 你们知道家父的脾气 如果我的安全出了闪失 你们要受的责罚 恐怕不需要我降了吧 你们真的有百分百的把握 保护好我吗 千里小姐好拼 气场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呢 好吧 小姐 非 非常荣幸可以与您随行 在下一定拼死护您周全 欣之城 你就真的答应了吗 既然是小姐的意思 做属下的就该竭尽所能才是 可是 问题不在这里 好了好了 那就赶快出发吧 这样磨磨蹭蹭的 是要给责人准备动手的机会吗 好吧 出发 前面是从我们一身岛的路 静止通过 小姐请退后 让我们来 没你们出手的份啊 真麻烦 破碎 你做了错了呀 是魔物 准备攻击 不 有些保护小姐 瞧我们的吧 你们好好待在千里身边 一眼还原 加快脚步 你总算完事儿了 紫营 当心 又有袭击 千里小姐 请待在我身边 就算了 你尽快脚步 有袭击 你不听 难道 还没存在 有袭击 还没存在 还有技能 给你击 太少了 不然 太少了 太少了 有袭击 再少了 这下如何 一眼还眼 我倒下 我倒下 终于 还不错 还不错 还撕 破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 你的状态还好吧 嗯 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边是往明深岛的路 我在县里有血 让莲芝给你天令风行特批的 前到期的通行凭证 就当是县礼 小姐 唉 没想到真会如此 我就猜是会这样 新之城你却 不会的 小姐一定别有用意 对吧 还有 小姐你说的那个莲芝是 不必会的说 是我的心上人 心上人 喂 不是吧 新之城你难道 没 没什么 我只是随便问问 我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做那种梦呢 二位不必担心 这件事还请二位先当作不知道 如果家父怪罪下来 我会一人承担 也只能如此了 都听您的 小姐 可是千里小姐 可是千里小姐 如果真的被发现了可怎么办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家父自我小时候便非常宠我 最多会罚我半日见识之类的而已 不必担心 原来那个老头子还有这样的一面 那好吧 请二位路上小心 我们有缘再见吧 嗯 再见 千里小姐 走啊 继续运货啊 愣着干什么呢 从邀请韩商的地址来看 应该就是这里 不照待一般客人 请回吧 啊 等一下 我们不是普通的客人 是从海外偷渡 又流亡来死的特殊客人 我看出来了 一看装扮就知道 这居然也能被你看出来 啊 不 我们不是 射凤行的印章 是托马先生吗 看来二位的身份 不简单呢 那么 欢迎来到木楼茶室 射凤行的小小保护地 这还差不多 可算到了 托马呢 托马在哪里 诶 托马那个家伙 难道没有守约吗 谁说没有守约 我还要为你们忘记我的事而伤心呢 怎 怎么回事 是狗说话了吗 嘿嘿 没什么好惊讶的 你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我吧 嗯 你们在黎月 没见过类似的吗 这样啊 我好像一下子就理解了 好了好了 不开这种玩笑了 喂 你这个家伙怎么这样 在离岛的时候也是 在茶室也是 等待你们的时间都有点过于漫长了 所以想了这个特殊的接待方式 不过 还是请允许我郑重地向二位道个歉 关于之前的种种考验 是必要的形式 这决定着我能否将你们带到神力小姐的面前 决定着我们能否成为 敢于一同直面雷光的伙伴 别以为你突然严肃认真起来 我就会原谅你 嘿嘿 做得太过火了吗 抱歉 抱歉 你一开始便将自己凌驾于那些规则之上 对吧 因为你的意志从未动摇 也不曾屈服 在很久以前 我们也认识过这样一位伙伴 只是雷光闪过之后 啊 居然连你们也听说过他的故事 看来 他的光芒一点也不微弱啊 当然没问题 我会带你们去设奉行锁的神力府上 不过 在这之前 还有个地方希望二位可以随我一同去看一下 啊 什么地方 只要居住在明神岛便没法无视的 正在建设中的那个庞然大物 牵手白眼神像 一般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吧 仔细看的话 这上面欠着的都是 神之眼 神之眼 所以眼兽令收缴来的神之眼 都会弃在这座神像上吗 你们果然已经听说过眼兽令的事了 在解释这件事之前 你们应该知道的吧 正如蒙德是自由城邦 离岳是契约之都 而道七 则是永恒的国度 雷电将军 既是道七的最高统治者 同时又是道七的神明 千世万代不变不移的永恒 便是执掌这个国家的他的意志 为此 凭借三奉行来稳固国政 依靠锁国令来断绝人员的流动 将军想让道七维持一种静态 便可以任由时间的长河从两旁流过 为道七溃然不动 直至永恒 每个神明都有自己的想法呢 当然 这也是我自己的理解 至于最近眼兽令的颁布 究其原因 或许是将军认为神之眼 能够提供给人民变革的力量 而将军眼中的永恒 无法准许这样的不稳定存在 于是 雷电将军便派遣天灵凤行的手下四处收脚 并一颗又一颗地将神之眼 嵌入这尊神像 所以 这尊牵手白眼神像 便可以视作到其永恒的象征 这样说的话 其实那位雷电将军 也算有些自私吧 也只有你们这样的异乡人 敢于这么直言不讳地批评雷电将军的做法 不过我也认同 眼兽令的确是不该存在的东西 神力小姐从眼兽令颁布的第一天起 就下定了抗争的决心 你怎么了 看你的表情有些不对 声音 我没听到啊 刚才发生了什么 是啊 你摸了一下神像 然后呢 愿望 这倒是好像印证了一种说法 你们有听说过吗 当一个人的愿望 强烈到一定程度时 神明的视线 就会投射在他的身上 那就是神之眼的由来 也可以说 神之眼便代表着那个人的愿望 如果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那看来 这些民众的愿望 比我想象的还要执着呢 好了 明神岛的游客们 是时候跟我前往下一站 神离府了 可终于要去了嘛 朔风解一 欢迎来到神离府 二位贵客 小姐也已经等候二位多时了 是你一直提到的那位白鹿公主吧 她在哪里 啊 屏风后面 作为射凤行的大小姐 神离小姐一般都是这样待客的 可以说也算是射凤行百年来的习俗 请谅解 毕竟是高贵的白鹿公主嘛 二位漂洋过海 旅途劳顿 到府上却又只能这般相见 请书礼书不中 我一直很期待二位的到来 从托马的转述中 也确信了二位所拥有的 改变时局的力量 如今的到期 在演说令的推行下 民众的愿望 正在被肆意蹂躏跃 射凤行虽服务于将军 但因职责的缘故 又是与民生最贴近的一方 凤行的权力 本就源自于民众的信任 如果对这样的情况做事不理 又怎能够安静 旅行者 请将你的力量借给我 我们一定能够 我说了吧小姐 那样行不通的 我会帮你引荐雷电将军 但前提是 你要帮我完成三个小心愿 什么心愿 是关于 三个失去神之眼的人 等你见过他们 或许就能明白 守护着村庄的五人 过去的眼兽令执行武士 还有曾以天下第一为目标的 剑道家是吧 没错 请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我会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那就拜托了 加油啊 伙计 让我看看 凌华所说的人在哪里 您这是干什么 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突然要离开啊 是啊是啊 我们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突然就听到了这个消息 孩子们还盼着您 再带他们出去玩呢 拜托您了 请您务必再考虑一下 那位想必就是 凌华所说的人了 我们快过去看看吧 你是 你也是来 守导先生他呀 自从三十年前 来到这里之后 就一直守在这里 赶走盗宝团 击退附近的魔物 调解村里的争吵 他为这里付出了许多心血 我们也将他视为最尊敬的人 但现在 他却突然要离开这里 难道 是我们哪里做错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愿意向 守导先生道歉 只求守导先生 能继续留在这里 要我说 这事说不定跟眼兽令有关 守导先生 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却被收缴了神之眼 然后 他就像是 变了一个人一样 唉 我说不上来 但感觉 他好像失去了 什么重要的东西 独自一人绕着村子 转了几圈之后 突然就说 要出去云游四海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该不该挽留他 但总觉得 不能让他像这样 失魂落魄地离开 看来附近的人 都很尊敬他呢 你就是守导先生吧 为什么突然要 从这里离开呢 我吗 与其说为什么要离开 不如说 我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是啊 但这并不是 我留下来的理由 三十年前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三十年来 我又为什么 不愿意从这里离开 这些我都不记得了 自从神之眼被夺走后 我好像忘记了很多事 以前的我想留在这里 现在这种执念没了 就觉得出去走走也好 虽然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原来是这样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帮你找到 留下来的理由 你就不会走了对吧 不过连你本人都已经忘了 这可怎么办啊 要不你再努力回忆一下 看看能不能 咻地一下想起来 说起来 上次给守导先生 送水果的时候 好像见到守导先生 正在写日志 我有这样的习惯吗 说实话 我已经不记得了 有的有的 当时守导先生还说 要把一些有趣的事记下来 之后有重要的用途来着 太好了 感觉只要找到日志 就可以留住这位守导先生呢 我们去附近看看吧 那就拜托你们了 我们先回村子里 把守导先生的情况 告诉其他人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